6000块畅游南台湾 刚刚我们在台南其实只花了5000块出头 接下来Windy来 南台湾6000块安排 接下来带我们去哪里 到了南台湾当然就要到我们的阿里山走一走 阿里山游五大井 国际井的 我们就来一个避暑三日游 第一天先到阿里山乡 我们要推荐大家去最经典的阿里山森林游乐区 为什么要推荐大家 因为省钱玩法 经典的游乐区只要300块的门票 你整个森林游乐区全部都可以一网打进 一票玩到底 对 然后现在又有新的阿里山八井 从神木遗迹到28号巨木 小丽园山一直到香陵拱桥 水山巨木等等 你全部通通都可以游览 只要你时间够多 老实说这八井 我觉得可能八天都玩 八天一天太难了 一天太难了 只挑几个玩 真的走不玩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还要看日出 坐小火车等等 然后慢慢的散步 真的玩不玩 对 不过这里面我特别推荐大家我很喜欢的就是水山巨木还有小丽园山这两个景 为什么我推荐小丽园山呢 因为小丽园山它自己本身的景观非常的正点 壮阔 我们刚刚讲阿里山就是日出云海云铺森林铁路 那到了小丽园山之后它的上面的这个瞭望景色是非常广阔的 然后你同时是可以看到像是中央山脉玉山山脉还有阿里山山脉三大山脉 那这里的就是气候变化又是瞬息万变 所以你一下子可能看到就有一点耶稣光 一下子可能看到就是光芒万丈 再来又有云海可能慢慢的飘荡着云雾之类 所以我觉得在这边不管是看云海赏景 或是看我们那个山脉 你知道真的是横看成岭侧成风 然后前前后后山水泼墨画 你每一转一个面向都觉得 哇 台湾怎么这么漂亮 这些山怎么可以这么动人 是非常棒的一个景色 那尤其它其实走上去又不见得要花很久的时间 因为你从柱山出站之后走右边的小径 就可以走到小丽园山 那甚至因为它这个位置太好了 还会有网友形容 它是一个直通天际的山顶 所以我是非常推荐大家 天堂的阶梯 天堂的阶梯 那另外水山剧墓我也很推荐 是因为它算是一个阿里山现在的 有点想新的小秘境 因为大家对于剧墓可能优先不会先想到水山剧墓 可是水山剧墓它等于是隐藏版 后来才被大家发现 然后它的整个就是步道 其实也非常的平缓好走 因为之前铁道也是有沿着这边在建设 所以你走在里面的时候 也是有漫步在铁道上 跟这个铁道桥的这种幽谷情怀 有点媲美我们那时候 以前常常讲到CNN的票选最美小镜 剑琴古道 有点剑琴古道的那种感觉 但它又比剑琴古道多了很多的高耸剧幕 更壮阔一点 甚至它有一棵树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树洞 这个树洞的直径就是你整个人是可以塞进去的 所以大家就笑称 这好像是那个龙猫住在里面 头头肉在里面 我可以钻到里面去爬到上面 看看到底它在哪里睡觉的那种感觉 然后另外它步道终点也是可以眺望塔山 所以景观也非常的好 那在整个阿里山森游乐区 这真的讲不完 其实这两个点我觉得算是大家以往可能比较陌生一点点 但现在可以去一探究竟的亮点 而且三百块你八个点都可以玩 不怕你玩 只是你可能玩不玩 挑重点 对我们才三百块就把很多惊稀饱饱的国际景点 只是这个肉肉 我记得这边吃的东西选择好像不多 对阿里山其实吃的选择真的没有太多 对那我要推荐的这一间是来到阿里山森林国家风景区里面去吃石头火锅 在国家风景区里面吃火锅 刚刚我们是在消暑嘛 避暑嘛 可是到午后之后你就会发现阿里山其实会冷 因为海拔两千多 所以很多人会就是走完一些步道之后 会选择来这一间去吃它的石头火锅 那它的石头火锅不是在你现场炒 它是在那个厨房里面把它那个爆香爆完之后 然后整锅上来就是满满的那个料 你一上来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个料怎么是一座山 阿里山是这一座 比阿里山还高的料 对对对 然后它就有牛肉 然后豆腐 然后跟一些豆皮 然后料非常非常的多 重点是在那么高的山上然后去喝一碗热汤 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享受 那里面还有一些高丽菜 那你知道阿里山就是高山嘛 然后那个高山的高丽菜就是好吃 超甜 所以你除了点这一份石头火锅以外 你要再点一份炒高丽菜 然后再点它的红烧豆腐 那我很推荐还要点一个叫阿里山的酵糕筍 那个是阿里山的特产 酵糕筍 对炒酵糕筍 然后也很好吃就对了 那像这个如果你是两个人去 小份的才400块而已 你说一个火锅才400块 对一个火锅 那我们这个是大份 那其实小份的份量也非常的多 对 然后像炒高丽菜一份才100块 然后其他的餐也都100多块 200出头 那还有一个叫炒苦茶油机也非常的推荐 所以来到阿里山 很推荐一定要来这间产厅 吃石头火锅 这样算一算 一个人吃下来大概也300块左右 这预算还在我们的合理范围之内 而且吃火锅感觉也蛮开心的 在山里 对哦 只是说我们要住宿的话 如果是最有名最高档的那一家 这一次会爆预算 太贵了那一间 没法度 欢迎来小胖哥我们也想住好的话 但是CP值高你特建我们可以住哪 这是一家所谓的2019年重新整新过的饭店 那也蛮有历史的 但是2019年整新完以后 给人家耳目一新完完全的感觉 第一点是它的location 我从饭店出门 要去阿里山国家公园的路口 走喽三分钟 哎哟 有年轻的 那去我们要去坐那个关注火车 对不对 小火车 走路过去一公里 一公里 走路大概20分钟 对 慢慢的散步 那这家饭店比较特别 它整新完以后 它变得有点像简约式的欧峰 是 干净 厉害的是 它的浴室 拿筒是免制的 哎哟 加分 免制的 干湿分离 哦 尤其在这个地方 質感很好 很好質感 还蛮不错的 早餐让你吃到饭 我跟你讲 咖啡豆浆 茶叶蛋 豆枣西饭 荷包蛋 孙瓜 通通都有 这样一间多少钱 来来来 因为阿里山之前速度被嫌贵 这一间的话一个晚上 三千四百块 这同样 含早餐 五月份五月中 周间的价格给大家了 控制在预算里面 所以我们就来看到预算表了 来 阿里山第一天 这么玩下来 我们又去了国家公园 看了剧目 我们又住了这些质感饭店 第一天总共花了2230块 所以目前的话 大概还剩下3700块左右 摸摸口袋 还OK 3700 来第二天 艾瑞克 逐期带我们去哪里 帮大家排了一个 就是五星美景 应该是说五星吃到保路线 美景美食 对 美景美食 OK 第一个要推荐大家是这个 精灵秘境咖啡厅 对 其实它真的很特别 大家来到这边都会想说 我的天啊 为什么老 那个 阿里山会有一个这么像 那个纽西兰哈比村的地方 其实它是有一个呢 就是邹竹的夫妻呢 花了二三十年打造而成的 一个秘境部落的感觉 是 他其实是想要回复这个 邹竹的部落的那种 原汁原味的样貌 对 然后在这边结合了很多各式像 比如说木作啊 然后雕刻啊 花艺 然后打造出一个就是 很特别 然后完全不像一般 阿里山氛围的一个秘境 那很多人来到这边都会觉得说 哇 在这边呢 坐在这边好像那种就是 原始的生活 然后你在那边喝一杯 这个阿里山最棒的茶 或是阿里山现在咖啡非常的棒 对 然后它有一些简餐 甚至有一位这个日本巨星 卜山雅治 之前都来这边 像我们那年代的巨星啊 是是是 它现在还是很红 现在还是很红 它也来过这边 那这边不只是就是咖啡厅 还可以住宿 也可以录影 也可以 对 所以其实大家来这边呢 其实放慢脚步来喝个东西 吃个简餐也不错 然后再到步道走走 最后我今天其实要推荐的是这个奋起湖老街 奋起湖是全台湾海拔最高的老街 那当然除了便当以外呢 因为便当大家都知道啦 那便当以外呢 我们要推荐大家想要吃个冰的好了 爱玉冰 我觉得阿里山这边爱玉也很有名 因为你真的走到那个老街里面 可以看到它真的是野生的爱玉 一颗一颗一颗的长得好奇妙 很像刺蝟的感觉 然后呢你会看到那个老板 你就跟他点 他真的是这样起义服这样戳 对其实我们在台北市真的看不到像这样子洗 我去阿里山我买回来自己洗过 洗不出在阿里山的感觉 不可能 水质就不一样了 水质就不一样了 就特别好吃 而且那个爱玉特别的Q 口感十足 然后还有插花柜我也觉得要吃 隐藏版的 他不在那个老街里面 就是你要到老街旁边 有一个你看到就是无时无刻都在大排长龙 因为他一次出炉是一两百个 但是秒杀 那个插花柜啊 里面的馅料之多 它皮很薄 然后里面的料是满满的 然后咬下去馅蒸的 哇真的很棒 然后那个插花柜里面有像是菜波米的味道 的口味 超香的 真的很好吃 还有甜甜圈也是一定要吃的 他们的甜甜圈是现点现烤 然后它是有点像可颂的口感 比较有层次然后就稍微的不像甜甜圈 这样一咬下去就是绵绵线线去 它是很有口感很有嚼劲 而且各式各样烤的现烤好香 哎呦 光这些我跟你讲就吃到你的饱到不行了 对所以我们刚误会他了 误会了 阿里山美食很多的 我感觉去吃 光去奋起 你今天再把你肚子搞大了好不好 奋起胡这里了 好 只是我们刚刚第一碗是跟着小胖哥住 那紧接着第二天在竹崎玩完之后 艾瑞克那重则大任之余交给你 第二天带我住哪里呢 我带大家住到仙境里 刚刚带大家去看台南的夕阳 对 现在是让你直接躺在房间里 就可以欣赏到阿里山的茶园日出美景 居然躺在床上可以看日出跟茶园 哪一间休息一下 6000块唱完南台湾 刚刚艾瑞克说要带我们住在阿里山的仙境民宿 而且躺着就可以看日出 没错就是这一家要推荐给大家的也是最近才新开幕的 阿里山绝美清幽民宿 其实这个民宿在阿里山这边呢已经就是经营蛮久了 但是他最近这几年又开了一栋新馆在旁边 因为我这个人就喜欢新的嘛 所以一定要推荐这个新的 而且他的其实地点很好 他距离我们刚刚介绍的奋起胡老街 开吃大概15分钟就可以到了 好近喔 对 对所以你如果肚子饿了去买东西回来住 然后住一住再回去吃都可以就很方便 然后最重要的是他的location超棒 因为他就是在一个中继点以外呢 他的周边全部都是茶园美景 被包围了 你开着这个 开着车上去这个民宿的时候 这样延绵这个山丘的小路上去之后 你就会看到一望无际的绿色的 不是树喔 是茶园喔 你仿佛拍广告 真的像拍广告一样 那因为他是一栋独栋的建筑 然后好几层楼 然后他的房间数其实不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房间 其实就是用白色啊 然后木头啊 去营造出一种很舒适的感觉 那最棒的是你看 他有超级大片的这个窗户 你坐在你房间旁边的窗户旁边 你基本上就是已经在拍茶园的广告了 你就拿一瓶这罐装茶 拿一杯茶在那边 随便拍你都是金城武你知道吗 真的 然后呢 他的房间是虽然比较简单 可是很舒适 他没有冷气 因为刚刚有讲到 其实他这边海拔一两圈 其实根本不需要冷气了 你打开那个窗户 就有自然的冷气 纯天然的 对反而到了晚上 他还要帮你准备那个暖气 还有那个电热盘 真的真的 所以夏天去呢 这是超级避暑的地方 然后他的浴室也是干湿分离的 全部的设备呢 都应有尽有 然后他的早餐 就是他有管家帮你手做 对有台式的早餐 然后搭配一些西式的餐点 做的也都蛮精致的 也很丰盛 对 然后他会搭配他们自己茶园 种的好茶 对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就是完全以在地的元素 去打造的一个民宿 那刚刚有讲到 他附近都是这个茶园吗 对 你知道在这边呢 有五条五星级的茶园步道 大家从最简单的走起就好了 他最简单的那个呢 只要250公尺 所以很短 对你早上起来看着日出 你就去走走那个步道 呼吸超棒的新鲜空气 真的是住在这边呢 就会觉得真的来到仙境了 来来 住在仙境一个晚上要多少钱呢 三千八百块 你这如果出于二的话呢 大概一个人就一千九了 好 所以呢 又到了精打细算的时候了 阿里山来到了第二天 来电视墙来看到呢 目前为止呢 第二天我在主席这里玩一玩呢 又住进了艾瑞克介绍的饭店 花了总共五千三百元 哇 你扣掉六千块 我们现在只剩下七百块 第三天可以花 可以吗 那就问一下Windy好了 第三天只剩七百块 这个任务有点艰巨哦 去翻路箱 有办法吗 有办法 有办法 因为呢 阿里山的自然美景实在太多了 所以呢 我们把那个钱 压到最低 来玩一些经典的 就带大家去体验一些忘忧的路线 首先刚刚其实艾瑞克一直讲说 住在仙境仙境 讲到仙境就不能不提到阿里山的 细顶二岩瓶步道 我觉得二岩瓶步道 它真的是一个仙境步道 因为大家在讲阿里山的经典美景的时候 常常会忘掉一个就是他们的茶园 其实阿里山整片整片的茶园 绿意盎然 然后整个很广妙的感觉 是很多电影还有广告场景 所以来到二岩瓶步道 你这边你就可以看到那个茶园这样子 一整个绿意延伸出去 它的步道缓缓顺着阶梯而上 高低层次不同 不但可以俯瞰茶园 而且重点是这里的云烟太美了 所以这个步道我非常推荐大家 而且去走走步道 有益身心健康 呼吸新鲜空气 也不用花钱 零元的预算 再来如果是情侣的话 就到童话系的这个美拍草原这边来 因为这边可以品尝凤梨酥 当然凤梨酥就要花钱 但是这个大草原拍起照来也非常漂亮 再来我推荐大家到这个 梅花路的生态体验园区 因为其实在这里 它邹足的部落里面 以前是以猎鹿为他们的主要猎人为生的经济来源之一 那他们现在邹足就希望可以复苏当年 就是这里满山满谷都有鹿的状态 所以就富裕了这个生态体验园区 现在当然不猎鹿了 我们跟鹿和平的相处 所以进去你可以跟小鹿互动 可以喂他们 这边的鹿很会吃 而且它是会整个就是用鼻子跟嘴巴到你身边来 这样子亲亲你 然后赶快赶快喂我赶快喂我的那种感觉 讨东西 对 会讨东西 然后他们的鹿群也非常的干净 园区都没有什么味道 所以进去那边大人小孩或是 网美想要拍鹿围在身边的那个照片也都非常棒 园区里面还有一只小山猪 常常会窜来窜去很可爱 就可以感受到说人和其他的生物 就是很自然的相处 又可以体验到一些邹族的文化 你要在这边就是喂完鹿之后想要射箭 或是做一些手作 一些体验也是可以的 一整天下来我觉得都在大自然里面 我觉得阿里山最迷人的地方就在这里 对 真的 视力也变好了 腿力也变好了 是的 而且我们现在算一算还有一点盘缠 还有一点盘缠 让我们不要省把它花完 对 到鲁特街我们可以吃什么 像刚刚Windy讲的那个二岩平山步道 它其实海拔也是一千多 晚上也是会凉的 所以在这个步道的附近 就有一间隐藏版的蔬菜火锅 蔬菜锅是它的名称 但是它其实还是有肉的 对 那这一间店它是采预约制的 你就想说山上还要吃个火锅 还要预约制 因为它的汤头很厉害 像南瓜火锅是最超人气的 它的南瓜熬煮得很浓稠 然后那个肉还是蔬菜丢下去之后 你会发现起来的那个香气 真的是让你一碗一碗的汤喝不停 对 那还有另外一个超人气的汤头是西西里番 那它这个是有点意大利番茄浓汤的那种概念 所以它喝起来酸酸甜甜的滋味 然后也是一样菜肉丢下去 然后算一算 那个吃起来很清爽很开胃 吸饱汤汁的感觉 那这个是它的一般的肉盘 那它肉盘你不要想说它是蔬菜锅 它一般的肉盘也算一算也有七八片 然后它的费用是430块 那如果你是肉食控那个肉控的还是海鲜控的 它还有什么呢 还有肉多多的那个选择 跟海鲜多的选择 那它的费用是680块 那它其实有除了这两种汤头 还有像蒙古火锅 麻辣火锅 还是乳酪锅这种汤头 所以你来到这边啊 那个逛一逛之后 然后在这边吃个火锅 那最重要的是那个回程的时候 还可以去戏顶那边看一下夜景 很棒 说实在霸肉很会选 真的 阿里山夏天你晚上还是会冷啊 吃火锅刚刚好 暖暖 只是呢这三天玩下来 到底阿里山花了多少钱 电视墙来看到了 第三天又吃火锅 又去拍美景美照 总共三天下来 一个人花了5930块 达标啊 成功成功 6000块还找了70块给你去奋起乎 多吃两个甜甜圈了 今天呢就感谢我们的专家来宾 提供的宝贵意见啦 这6000块呢 由南台湾阿里山还有台南 都推荐给大家 感谢你的收看 夜景灯号 下期见 拜拜 谢谢